一年六日的維園年燒花市開羅 各個當主都出盡法寶吸引顧客 希望賺分一筆新年財 究竟今年維園花市有什麼特色呢? 黃凱寧去看過 蛇年快樂 蛇年就到了 維園除了有蛇仔蛇女 連蛇王都要出動來和大家賀年 吞扣這件事香港人都很想做 但可能大家都沒有機會去花市 即使做不到也好 馬斗那隻回家玩一下 攬著都可以望梅子漢 蛇年到了 不一定要做冷蛇 可以同下樓巾 像我那樣 將公仔變成頸巾 樓價高企有大學生 推出豪宅樓盤箍筆 市民買不起幾百萬的樓 都可以花百多元出來 一常有樓在手的滋味 大芙蓉就是一個窄色的遊戲 我們覺得這是意味著 一個公平一點的原則 不是說我有錢就一定可以賣到樓 我沒有錢就一定賣不到 這個可以給香港的希望希望 聲明揚 揚出正能量 YEAH 有當主偷出正能量產品 為市民打打氣 好多時香港人都是 怎麽說好呢 只是認識不願 所以相同一些 比如說上班那些 打正能量 不要經常說樓價的怪 又經常嫌那樣 反而自己去打打氣 爭取自己應有的東西 十貨方面 有當主說今年棉花的來貨貴了 所以都要賣貴一點 去年一枝蘭花要賣九十八元 今年就要一百六十八元 才有交易 不過他說今年經濟不算差 相信市民都願意花錢 期望生意額給去年多一至兩成 那我負貧電視記者黃海靈報道